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只要爱了就不会割舍 梦谁提抱着我 静静相拥着沉默 梦谁提看着我 一句若等就足够了 梦谁提相信我 如果时间没有了你 爱情 就失去 所有的意 梦谁提 梦谁提 亲爱的 自尊心太强 是自卑的表现 除非你一开始 就对你和程家阳的爱情不自信 否则为什么不能和他一起面临 也许你一直在自欺欺人 你打心眼里知道 你和程家阳不是一模 你们的爱情 就像温室里的花朵 一经风雨就是被摧毁 所以你不敢让他经受考虑 jmc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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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时期是 你怎么把门给你 对付恋了呀 怎么了 对不起 我撒谎了 撒什么谎了 我刚才约的不是吴嘉宜 我约了高家明 问我妈妈病的事情 为什么骗我 我也不知道 我就下意识这样做了 嘉阳 对不起 每次在妈妈的事情上面 就想一个人扛 对不起 我很生气 我知道我错了 对不起 那从现在开始 你听我的 把药喝了 淋了雨被感冒了 这是 这是我这几年的积蓄 一共三十万 什么都别说 我说 如果你想 让我不要怪你欺骗我 你就收下 你记住 不是你一个人 还有我呢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我希望跟你面临所有的问题 所有的困难 我已经问过了 这些钱 这些钱 拨摸摸前期的手术是肯定够的 后面呢我再想别的办法 我不知道 说什么 你什么都别说 你说你爱我 我爱你 我也爱你 妈呀 真是累死了 老陈 今天的路上啊 车太多了 就跟蜗牛似的 慢慢慢慢地爬呀 我做得辛苦死了 这东西谁拿来的 来客人了 夏洋 帮忙回来的 他来了还带了一堆东西 有什么事吗 你这话说的 这儿是他的家 那回来看看带点东西 非要有什么事吗 你不请他能回来吗 他现在有女朋友 还没成新娘呢 就把老娘给忘了 别看 怨气挺大呀 这儿是他父母的家 他回来看望一下 拿点东西走 有什么不行啊 他拿什么东西走了 不知道 反正回来以后啊 就奔他自己房间去了 先别跟儿子吵啊 问清楚再说 先别跟儿子吵啊 一定是别人用钱 他从来不动用工资的 他所有的开销 都挂在家里的账上 我儿子我自己知道 他对生活讲究 但他不奢侈 对物质上有要求 但是他能上能下 好不容易他想买个好车 人家第二年接了个外单 就把钱挣回来了 你说这几年了 工资卡一直放在我这儿 从来没要回去过 那不是被别人骗 还能怎么样啊 你说不定有什么急用啊 你说他能有什么急用 他有什么急用 他会告诉我的呀 对不对 那都是你宠的呀 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你把他宠成这样了 就不要再埋怨了 我告诉你 我儿子自己用钱 我根本就不埋怨 我就怕他把这笔钱 给别人用 我就不甘心 别人 你说的是他新交的 那个女朋友啊 那你说还有谁啊 你看 还不接我电话了 真是的 你说 这个女孩把我儿子 都变成这样 都不像成家人了 你偷偷摸摸回来拿个卡就走 这儿子是这样的人吗 行了 卡都拿走了 就算是为了女朋友 那也可能有什么急用 你呢 先别责怪他 问清楚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行行行 我知道了 我不跟儿子吵 我不跟他重情 应该认为他 feu 你看今天 能不能够 我们新交的 都是 resource 大笔的开销啊 是 家明 家明说什么呀 你听家明说的呀 还有个女孩来见家明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不不不 你别着急 别着急 你慢慢地跟我说行吗 你能不能小听一点 你休息去 阿姨 你说 你说 你休息去 我这儿还帮您圆谎呢 您自己全都招了 我说这程佳阳 是不是你克星 你怎么见着就没招了 他知道你去找高家明 是不是特生气啊 佳阳没那么小心眼 但是我找高家明 是为我妈妈生病的事 我跟他解释清楚 他能理解 不过也是 阿姨这篇 要是不摆脱高家明的话 他真挺麻烦的 高家明怎么说呀 没必你以身相许 卖身救命吧 你别拿我妈妈病开了一下 没有 你看我这嘴 阿姨病怎么样了 因为家明呢 之前帮一个孩子 用介入手术 去除了血管瘤 手术非常成功 但他这次又没主动说 帮我妈做手术 所以我就得请他 帮我介绍其他的医生 而且因为我妈妈 这次的病比较复杂 她已经做过一次 开卢手术了 那这次的手术时间 手术方案 还有医生 我就都得问清楚啊 除了你刚刚说的这些问题 钱应该也是一个 很大的问题吧 我之前听你讲过 医开卢手术的费用可高了 二十五万 这么贵呀 我有办法 什么意思啊 佳阳已经帮我想办法了 他给你钱了 给 给多少啊 他给了我一张卡 卡上有三十万 三十万 但是 你这不调于金龟婿吗 你说 这程佳阳 又再由于自己的公司 那不就霸道总裁了吗 你这一辈子还差什么呀 齐活了 你这事早解决了 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呀 害我在这儿为你吓了曹仙 我这倒是还得演喜剧呢 给你整忧心忡忡 我觉得你应该可以演得挺好的 像你现在这样 来 麻烦你个事呗 什么事 送我的 这些呀 我前两天拍广告的时候 戒得有点大 我想要你帮我换一下 你是觉得我还不够忙吗 拜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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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不行啊 你说什么呢 还是不想吃 因为帮托 我去 我们有点赞 我去 我呀 我 我是 喂 妈 你昨天给我打电话了 我没看着 怎么了 也没什么事 我就听你爸说呀 你已经回来过了 你说你回来 怎么也不留下来吃饭呢 就是啊 什么时候一家人回到家里 早点吃饭吧 我最近忙完就回去 好 我等你啊 您好 您好 这双鞋麻烦帮我换三十七嘛 这就是单据 走 我等一下 乔飞吗 还记得我吗 您 您好 您是 我叫张翘楚 可以叫我张祖 我们见过面呀 我是程嘉阳的妈妈 高嘉明的母亲 伯母 您好 不不不 不 不要叫我伯母 叫我张总就行了 小姐 您鞋子好了 谢谢 消费够高的呀 这可不是一般人想弄得了的 是不是乔小姐最近有大笔进战啊 不是 是 这个 不 不 不 行了 不用解释了 我知道 谁都想过好的生活 吃好的 用好的 这一点我特别理解 但是 关键是怎么获取这些 这样吧 乔飞小姐 我本来就想约你出来坐一坐 这样 我们找一地方 好好聊聊吧 走吧 走吧 你开飞食 二位请来给你 谢谢 加糖吗 伯母 我自己来 不喜欢麻烦别人 乔小姐 虽然我们只见过一面 但就那一面 你给我留下了特别的印象 所以刚才我一见到你 马上就把你认出来了 伯母好久不见 是啊 好久不见 我都快把你这个人 彻底忘掉了 原先那次见面 我以为是我们的偶遇 没想到 乔小姐 你跟我们成家 真是太有缘分了 这是天意还是人为 我仅有的两个儿子 你和他们都有渊源 之前因为他们的性不同 我不知道他们是兄弟 是挺巧的 是啊 是啊 他们长得也不一样 应该是巧合吧 我的两个儿子 都会喜欢上你 你呢 前前后后 跟我两个儿子 都谈过两爱 阿姨 我 我跟家明没有 我当年跟您解释过 我想您可能对我有误会 但既然过去的事情 就让他过去吧 有些事情我也是现在才知道的 有些事情 至于是主要迟下 和我们的家庭 可是在家里面的下 你是借助了 你你和孩子都知道 在家里面的心境 尹尹尔 冲队的家里面的 自己的家里面的 你要去找他 对我 特别敏感 特别警觉 你说对吗 我们家确实有钱 但不是土豪 不是你想象当中的那么阔气 听我说完 我突然换位思考一下 我觉得你挺不容易的 你这么娇小的姑娘 来到这个社会上打拼 多不容易 当然 你有你的生存之道 我特别理解你 但是我要提醒你 程家阳不是你的摇钱术 阿姨 别叫我阿姨 伯母 我不是你的伯母 您听我说伯母 伯母您听我说 事情不是像你想的那么肮脏 不是这样的 家阳的钱是我跟她借的 我会还给她的 而且这钱 我不是为了我自己 我是为了我妈妈 我妈妈马上要做手术了 非常着急用钱 伯母 你又是这个借团 是真的 我怎么听得不陌生啊 当初你跟家明 也是玩的这一套 什么叫借 借的含义你知道吗 有还就有借 借了不还叫拿 借了不还还口口声声说 要还要还 那就是骗子 阿姨 骗子 伯母 当年的钱 当年的钱 我不是已经让那个叔叔 退给您了吗 行了 别在我面前装了 你装什么呀 你说的这些 我根本就不明白 你有证据吗 你把证据拿来 乔飞啊 乔飞 我已经给过你十万了 你还想怎么着啊 顾忌重演吗 再来一遍吗 行 我今天就接着了 你想要多少 你开个价 伯母 您是长辈 我不能说过分的话 但您不觉得 您这样说话 特别侮辱人的人格吗 我侮辱你了吗 这不是事实吗 我不知道怎么解释 那既然您这样说 我也没有办法 但是退一万步来讲 我现在是家阳的女朋友 她借给我钱 是她自愿的 我没有强人损 好一个硬牙励痴啊 做个硬勇气 我请求你 放过我的儿子吧 行啊 伯母 我不会让任何人 伤害家阳的 可你现在就是在伤害他呀 我们家阳 跟你不是同一连人 你有心计 臣服很深 现实 要讨好想讨好 家阳他 从来没接触过你这一类型 所以他对你 会感到万般的心情 可是时间一长 你们俩怎么办 你们的生活就会 就会产生分歧 你懂吗 你明白吗 你 就算有分歧 那也是我们两个的事情 跟别人没有关系啊 伯母 到那时就晚了 你就无法挽救了 我一直以为 我对两个孩子的培养教育是成功的 我呕心立血 让我两个儿子拥有好的品性 可是家面遇到了你以后 就是为了你 我才一蹶不振 我现在绝不允许我的家阳 也受到你的伤害 我怎么伤害他 我怎么伤害他了 请你别在我面前装无辜的行吗 乔飞小姐 我儿子的卡里是他的积蓄 他从来没有动用过 因为我们家里 根本不需要儿子花自己的工资 但这并不等于 你就可以把他的钱给骗走 乔飞啊乔飞 你真是太有一套了 你真有手段 但是我告诉你 像你这样的女孩 我见得多了 只要有我在 你休想从我儿子身上 拿走一分钱 你不是想过有钱人的日子吗 行啊 你靠你自己的本事去证啊 你打拼了 你奋斗啊你 不要打别人再算吧 行吗 你的手已经伸得太长了 伯母 别叫我伯母 叫我张总 张总 我之前称呼您为伯母 是因为我爱家养 所以我尊重您 我称您为伯母 如果您现在只是一个什么张总 我不会坐在这儿 让您这样羞辱我 我爸爸妈妈辛辛苦苦 把我养这么大 也不是让我坐在这儿 等您这样羞辱的 我相信你父母把你养了那么大 也不会让你从别人那儿 拿了三十万 揣在自己的兜里 还在那儿理直气壮地 对我说话 我说得对吗 我还给你 要是 你把家养也这么还给我 那该多好啊 那我就得好好地谢谢你了 我真心实意地奉劝你 你们俩在一起 真的不合适 绝对绝对没有未来的 你想 你是他的实习生 你们俩都在高翻院 难免会传出闲话吧 乔小姐 处于我对你的同情 我可以给你提供一个好的工作机会 张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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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我已经还给你了 我现在可以走了吗 随便 我觉得你不但自私 还是很倔 你就是不撞南墙不回头 现在我要看看 佳阳对你的最尊爱 能坚持多久 我相信佳阳 我也相信我们的爱 年轻人 别太自信了 喂 小飞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吗 身影这样 我没事 怎么了 关于你妈妈的病 我已经和院里说过了 主导医生你不用担心 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 我一定帮你找最好的 现在你目前最重要的 就是要把你妈妈先接来 等各项生化指标稳定了 我们才安排时间 给你妈做手术 好 我会安排好的 那这一次住院费 大概是多少 你妈妈是外地的 所以不能用医保 住院押金加手术押金 大概五六万吧 钱后面有困难吗 我可以帮你 钱的是 你放心 没有问题 那这次回家了以后 我就把我妈妈接过来 床位那边 床位这边 我尽量让他们给你留着 你一到上海 就尽快给我打电话 好 那就麻烦你了 你真的没事吗 乔飞 我 我没事 是 你放心吧 喂 你有空吗 他妈也太嚣张了吧 当自己是谁 也凭什么给你这么说话呀 就那么说你 你都不还剧嘴 你怎么那么好欺负啊 嘉宜 音乐 我叫你来 不是让你来帮我吵架的 你说我现在怎么办呀 怎么办 梁阳伴 你是不是傻呀 你怎么能把那卡还给他呢 他都侮辱我爸妈了 我还不把卡还给他 当然不能还了 那钱是你留给阿姨 当手术费用的 说什么都不能拿呀 那说什么现在不也晚了吗 那钱到哪弄去呢 我这儿有两千八 你全都拿走 你那点钱也是杯水车席 我这儿现在还有一万多 还差得远呢 要不我找那剧组 把我那片酬先预支出来 这样的话 我就又得主动联系啊 我天 烦死了 要不是因为你 我才不中雷呢 你自己在那儿念叨什么呢 喂 你好 我是佳怡 吴佳怡 那个 欧天在吗 没事 那个 我不找他 找您也是一样的 就是我之前在咱们公司 准备拍的那个 《爱在天蓬地裂时》 那个片酬 能不能预支给我一份 我有急用 什么 解约了 什么时候的事 我怎么不知道啊 谁解的呀 我们公司王总 喂 喂 这死亡许东 居然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报 我的合约给紧 我这儿 怎么又跟许东有关啊 没事 你也别操心了 我自己想想办法了 没事 高级导游你敢拍进去 高级导游是什么东西 我之前拍杂志的时候 认识一姐姐 特别靠谱 跟我说那个当高级导游 一天能赚一万块钱呢 就没事陪人在上海 走一走 溜一溜 然后拍两张照片 这钱就来了 然后一共需要两天 咱俩能够一起去的话 那就是四万块钱 这押金不就能给上了吗 哪有这么好的事啊 什么高级导游 能给你那么多钱啊 人家土豪 有的就是钱 你要是去的话 我就跟人家说 你是高级翻译 人家能快把网络游 得得得 你可千万别提 我是翻译的事 我现在还是实习期呢 方方院也不让在外面接火 那我就说你是 外国语爱好者 精通双国语言 英语跟法语 这人万一要是人家 买个驴牌的包吧 这能快找用着 有什么事 你这事 靠谱吗 不 我还是问一下嘉阳吧 你问他 你这不是故意 难为他呢吗 怎么办啊 他知道你把那卡 还给他妈的事了吗 怎么着 关键时候还是姐妹最靠谱吧 这事你赶紧想想吧 要是去的话 我跟人打什么招呼 今天怎么会想到约我 我想麻烦你 帮我找下莫雷医生 嘉明现在不是 可以做这种手术了吗 我哥对以前的事情 还有点耿耿于怀 这个是莫雷医生出手 医院办公室的地址 我去过一次 大概还记得 谢谢啊 可是去瑞士做手术 都花不少钱 在家用路上来回的费用 少说都要几万欧元以上 你为什么不找嘉明 再好好谈谈呢 我怕我哥拿这事 要挟小飞 所有宁可自己麻烦您 去找莫雷医生 我也帮你问问 我瑞士的朋友吧 好啊 乔飞真是好夫妻 有你这么珍惜的 你最近怎么样 我帮公司 甩掉一些包袱 算是轻装上阵 又跟瑞士一些小酒庄 签了合同 逐渐走入正轨了吧 听我说这些 是不是很无聊 没有 我反而特别欣赏现在的你 可能人就是这样 总得失去一些什么 觉得疼了 才会懂得珍惜 来 敬你跟乔飞 一件事 我觉得我一直在意 准许好 我可以说 但我都不熟了 死定了 那我的意思就会 爱无极无 你喝多了 我再送你回家 我没喝多 你喝多了 上次咱俩怎么走在一本上 你应该是在认识吧 对啊 很久以前了 我总是那么迟钝 尤其对得还感激 好知好缺 江洋 你先别接电话 我真心祝福你们两个人 但是 我会向你们当初守候五一二守护马 这是我欠的 你喝多了 您好 您多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你可疑多了 你说多了 你真心虚均没有 你真心虚均有我们的 我回复了 那是什么 我真的好活死了 小花 小花 你喝多了 小花 小花 别喝多了 小花 别喝多了 来 来 喂 菲菲 导游那事你想怎么样了 到底去不去呀 去的话你就先到我这儿来啊 你不能撑太休闲了 我得给你配身衣服 人家可是土豪 是不是程教研不让你去啊 他要不让你去的话 我叫别人了啊 不过咱说好了 这钱是留给阿姨治病用的 我去 嘉宜 我在家里拿点东西 我去酒店找你 行 那我要不要等你一起吃夜宵啊 我不吃了我没胃口 一会儿见啊 今天没去同专间练习也好 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 明天我们老师进去 我去找一下 你去找她的 你去找她的 我去找她的 你去找她的 我去找她的 請多多多一點 不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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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我 我等我 不等我 好 我等我 我等你 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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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还让门上睡觉了 小飞 开门 小飞 他走了一个多小时了 你的手怎么样了 挺好的 你的手筋呢 扬两天就好 手术肯定没问题 你不会还没告诉乔飞 我能救他妈妈的命吧 不过没关系 我会自己告诉他 现在对乔飞而言 我比你有用多了 等你收好了 我就让阿姨不用来了 阿姨还得来啊 走 你居然踩着铁了呢 准时吧 怎么看都不看我 怎么看都不看我 你带来的 你做 cope 我做的 你做的 我做的 你要做很厉害的 多心 你做的 你驭小脆 你去做的 你做的 去训练室把这份口译练习一下 田雅 你帮我拿进去吧 去上厕所 进去吧 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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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恩 你找我 是吗 那个 那个 工作还适应呢 挺好的 你有点容易紧张 杨艳呢 不知道 可能出去了吧 对 对 内政部长坦诚 驾照是方便就业的必备条件 然而 考驾照的各项费用昂贵 至少得花费一千五百欧元 况且要等候数个月 该你了 这篇刚才讨论过了 怎么了 跟程主任聊完以后 变那么恍惚了 他说我爱紧张 对工作不利 应该克服这种情绪 结果我现在更紧张了 我是不是做不了同传 谁见到他不紧张 我一开始见到他 他跟浩子见了猫一样 后来发现他私 私底下 没准更可怕呢 是吗 你这么了解我 不了解 大家都急着回家吗 不着急的话 咱们互相了解了解 你们现在训练太无聊了 你们现在训练太无聊了 我们当年第一年训练的时候 是边喝边练 喝 我们有喝的 我去拿 咱们来玩个游戏吧 真心话大冒险 是想玩动词变味还是阴阳性 阴阳性吧 动词变味太啰嗦了 怎么玩 一个人提问一个人回答 如果答对了 回答的人让提问的人选择 是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如果答错了 就由出题的人来选择 那就算懵也有五成的把握 所以要慎重出题 谁先来 我先把 西里斯成主任回答 你确定要问我吗 确定 二氧化硅 阴性 别忘了我可是理科状严 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大冒险 还记得莫雷医生吗 这是他在非洲的电话号码 三个问题 问到他什么时候回瑞士 温莫道 就帮全办公室 但是买一个礼拜咖啡怎么样 没问题 你好 餐厅 我愿意证明 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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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雷医生 好 我们可以超级报告 但是 他必须要继续 回到最后的时间 所以他将回到最后的时间 到最后的时间 到最后的时间 我再继续 在最后的时间 好 你好 我来一个 刚才乔飞说了龙虾木丝 就木丝吧 问杨燕 做阴性名词的时候是泡沫 还有苔藓的意思 做阴性名词的时候 我忘了 少年见习水手 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真心话吧 你不玩大冒险啊 那你做过最后悔的事是什么 告密 告密 你会去告密啊 这是第二个问题了 好了 到我了 问杨燕 挑个男的 看他告他什么密 他要想说自然会说 对吧 对吧 黄公团 小飞 就算问我 这也太简单了吧 杨姓是正面授手 阴姓是比赛会见 真心话 那我们就问问程主任 下班以后的生活吧 是不是真的没有私人空间啊 当然不是了 昨天下班以后 我还约了曾经我暗恋过的人 一起吃晚饭 那有没有再续前缘 当然没有 因为现在我已经有了 新的我喜欢的人了 那你为什么约他见面 这是第三个问题 没有必要回答你 好了 你们接着玩吧 我还有点事 我先走了 没有 没问错问题了 你应该问他 现在是恋爱还是暗恋 我以为程扎阳 是不是会谈恋爱的 那种工作狂呢 你们拿我先走了 好不好 来 惊喜保留 在拥挤人群里等候 频频挥手 直到你出现才罢休 离开我的界限 你是我的终点 未来多少冒险不后退 永远不算远 爱情的旅途要攀登多久 一步步追着你走 有时是朋友 有时想对手 有时爱和爱得不够 慢慢的爱情 慢慢的享受 再追上你以后 再看看你